所以我真的落定決心要減肥 嘩!好硬 有什麼這麼壞啊?Bianna 我的腳都軟了 是我有一次來 去William那裡做最辛苦的一次 我不走了 好辛苦啊 30分鐘來吧 1.1 聽到 好辛苦啊 Hello 大家好 我是Bianna 真的很久沒見大家了 我最近真的肥了很多 你看我的下巴線條都這麼伏失蹤了 我接近三個幾四個月沒有了運動 還要放任自己吃了很多零食和肥仔東西 所以我真的落定決心要減肥 我會挑戰未來這個月 都跟著健身教練的指示 去控制飲食和做運動 為了隆重其事 我還特地去了買這個食物的電子房 而且還去超市買了所需要的食物 一天午餐 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到 究竟我可以在這個挑戰裡面減多少KG呢?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 今天是挑戰的第一天 你趁自己牙都沒拆 東西都沒吃就直接上網 看看自己有多重 還有一個 Hello 搞了整個早上 差不多整個小時 才準備好我第一、二餐的健身餐 然後我就發現原來健身餐 都不是那麼容易準備的 因為比較多東西 加上 那些東西 你又要計好那份量 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我現在呢 就先試一下我這個 沒什麼下調味料 其實簡直只是鹽 和少許胡椒的牛扒 究竟是什麼味道 是老了一點 我焗了很久 但其實味道還不錯 嘩好硬 先喝一口水 嗯 我都不跟你們說了 我吃完第一餐 趕著要出門口 好啊 這個就是我健身教練 好我已經來到健身教練的地方了 健身教練 Hello我是William 我今天會操哪裡 我們今天操一下背 第一天呢 我們要做多些 靈活性沒有Reality的事情 因為太久沒做運動了 否則一太多站起來 你什麼時候會不會做 OK 好啊那我們開始了 現在呢我就是這樣 那套藍 都還好啊 這樣看得不錯啊 這件東西挺顯瘦 好上去 OK 你都好啊 哇41 我以為自己41 你又想 OK 對於自己 今次的數據 OK啊 我這麼久沒做運動 都47.6 那可以走了好嗎 走了好嗎 今天操完背了 超辛苦 教練說回到家不用做大洋 那就聽她說吧 剛剛做完運動了 我就陪男朋友來茶餐廳 但是 我的餡茶就是 這個我準備的餐單 凍食 對面在吃這個豬扒飯 還有一杯熱奶茶 而我 OH MY GOD 加油 我今天第一天 我的晚餐就是這樣 魚肉 有些核桃 還有 小小的番薯 來到最後的晚餐 我覺得 減肥餐 沒想像中那麼辛苦 但全部都是白雜 然後 比我想像中 原來 這麼大份量 才等於200g 其實我應該是100g 一餐的 但因為我要把它 一起吃 完全低估了 很期待吃這個 大薯 應該就是這個 苦鬆一點甜 暫時吃了第一天 感覺都還好 現在第二天 煮同樣的東西 就更加得心應手 我覺得自己快了 不過我覺得自己 應該是前一晚 準備定兩天的份量 才會沒有那麼手忙腳亂 好了 我現在開餐了 第二天 同樣的餐單 嘩 有意氣 Hi 今天是第二天 操練了 會做腳 Hi 看不看得到你 我們今天錯了門 是上半身 加下半身 因為我們做上半身 跟下半身 今天要做什麼 總之會令到你 好像做了心 一樣 可以讓你大腿 可以讓你大腿 有什麼想 Bienna 腳都軟 腳都軟 基本 是不是 今天很辛苦 操練了這個 胸和腳 是嗎 是 我有時以來 去William做最辛苦的一次 很漫長 不 之前有米蘭幫我 分散煮意 這麼困難 大家好 這個就是我的晚餐 做完運動 回來家真的很累 我已經馬上洗澡了 吃完這個晚飯 過了一會 我就準備去睡覺了 暫時來說 我還沒吃驗這個晚飯 希望我可以捱得過 教練將我由5餐 改了到1天4餐 我就跟這個新規矩行司 第三天 我將第二餐和第一餐 順序調了一調 因為我還沒剩下第一餐 Hello 來到第三天的第二餐 其實我覺得 都可以接受 還沒吃驗 但早兩天 去完健身 就發現真的 全身酸痛 尤其是背部 胸部的位置 屁股後面的位置 非常酸痛 今天還要去跑步 30分鐘 加油 還有我覺得自己 開始習慣這些健身餐 覺得都很好吃 現在是第三天 我要出來跑步 30分鐘 剛剛兩個小時前 吃完東西 應該可以的 好了 我要出發了 我已經很累了 兩個小時 誰知道 第五個好累了 我已經吃了 算了 太熱了 嘿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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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30分鐘 好辛苦 太久沒有運動了 跑步很辛苦 不過以前真的是短跑 短跑的選手 跑100米 所以腳才這麼粗 今天來到朋友的聚會 大家看看我朋友吃什麼 和我的分別 嘩 我也替他們開心 再看我哥哥 好 大家 我也有雞柳和番薯 正 3 2 1 我拍戲啦 我朋友們都在吃壽司 我自己背著他們吃雞柳 大家聽聽到嗎 剛剛聚會回來 睡好裝 準備睡覺 但肚子又開始肚餓 為什麼總是在深夜的時候 特別餓 剛才出去還看到杯麵很想吃 終於來到第四天 那我就繼續 一樣的餐單 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最主要是我很想吃糖 每次打開雪櫃就看到 一袋糖一袋不能吃 而且現在臉很重 好啦我現在吃東西啦 好 來到第四天的第二餐 大家是不是很久沒有看過我化妝的樣子 雖然都沒有擦過嘴 但我想說來到第四天 我中間真的有一刻很想放棄 為什麼呢 就是我好想去吃下午茶 我好想去吃糖和甜品 真的 我好想吃這些肥仔的東西 但我都會堅持著 因為現在只是第四天 現在趕放棄會不會太早 我一定會做的 我第四天的晚餐 我還沒吃鹽 好厲害啊 耶 整天都很眼睛 先吃早餐 待會很快又吃第二餐 早餐早餐 蛋還在煮 今次失察 今天第五天吃完第一餐之後 有一種空虛的感覺 而且吃蛋的時候 有一些不想再吃煮蛋 沒什麼味道 然後呢 我就為了鼓勵自己 我就是綁一綁重 發現了 真的有手動啊 看看先 嘩 第二餐 都是雞腦 今次煎焦了一點 雖然今天就不用去找健身教練 但是我也要在家裡做運動 昨天其實已經做過一次 有幾種動作 其實做不到 例如 Push Up 我是做不到那麼多次 很辛苦 真的太弱了 我的衣服 今天繼續努力 完成第二天的運動 真的很辛苦 比第一天辛苦 我覺得 尤其是做Push Up 還有之後的捲腹 我也不太太碰 我的晚餐 好想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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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第六天的再餐 差不多了 九神 第六天了 我真的很餵吃 其實我一天吃四餐是夠飽 但我看到其他東西 都是很想吃 例如昨天的芝士披薩 或者我逛街經過看到天人明茶 我都會很想喝 而且真的很想吃糖 甜品 我什麼都沒有吃 好了 我會繼續努力的 現在才第一個星期 還有三個星期 不過這樣想 我已經過了四分之一了 嗚呼 來到第六天了 我又去了找Vidium 然後這次有我的partner 那個肥妹仔 那個是陪客人的 他不是做健身的 笑死了 上了很久做一個sport 都不知道上哪 然後今天 今天磅一磅重好不好 差不多一個星期 因為我在家裡磅有handle 不知道在這裡磅有沒有handle 我要磅重 要磅重 等一下 上去 摺在我身上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1.1 真是緊織大人 好厲害 為什麼我要摘媽邊呢 其實是因為 睡覺的時候會方便一點 如果磅一條邊便會頂住 好了我要開始了 帶教練對我的期望 希望我終有一天sport都可以用到他 各位 我教練說給我喝鮮橙綠茶 好厲害 耶 在我苦苦哀求之下 我顯示了自己怎樣 誠心 看到天日明茶 都沒有動心之後 我的教練終於給我喝鮮橙綠茶 YES 補充一腳是酒甜的 不過 不是 我覺得三分甜應該都OK 酒甜啊 教練一說可以喝天日明茶 我馬上來到這裡買一瓶 我們買回家喝 現在我想問鮮橙綠茶有沒有酒甜 沒有 好 耶 酒甜的鮮橙綠茶 耶 晚餐時段 喝完天日明茶 真是補一補元氣 好 你好 現在來到我第七日的休息日 我就不用做運動了 就約了PTV 現在這個挑戰已經來了一個星期了 我就來個小總結 其實這個星期來我放重大概1kg 我就根據飲食和食物方面來總結 一開始就是準備食材方面 我一開始真的厲害 因為要準備一日午餐 很大 我攪了一個多兩個小時才完成 但是 現在已經越來越熟手了 我已經可以準備完第二天的食材 還有我已經由一日午餐變成一日四餐 所以是很大的進步 還有一開始就有一點搞不清楚 我就以為魚和雞其實都差不多而已 之後就打算用雞來取代魚 但是教練就說其實是不行的 加上我跟教練的交通商量有一點問題 我以為60g的飯是指煲完之後60g 但其實原來他是指煲之前60g 所以我一直都吃少了飯 他就說 That's why我減得快了 其實是不好的 我之後就會跟回應該是2.2 大概8多克的飯左右 至於吃得而不厭那方面 我又自己覺得OK 我暫時來說都不會覺得很厭倦 最大的問題就是應該是吃蛋糕麵 因為一日要吃四隻蛋 即不是吃蛋糕 但是一日吃四隻蛋 大家想想一下都知道是有一點點難聽的 因為你不能下調味料 還有我覺得最辛苦的地方 就是自己很餵吃 我本身餵吃已經很想吃很多東西了 加上平時跟朋友出去聚會 他們又會點點好東西吃 所以對我來說更大的誘惑就更加辛苦了 而且我平時跟朋友出去 還要帶點飯或者帶點香蕉 就比較麻煩一點 另外在運動方面 我現在就總結運動方面 我在七天做了六天運動 今天是第一天 所以我還要出去喝茶 我只可以 在六天我三天做了重訓 一天就是操背 一天就是操胸 第三次就是操腳 真的幾乎每一天都會是肌肉酸痛 但是都有一種酸爽的感覺 在不做重訓的時候 我去了跑步 跑了三個分鐘 真的很久沒試過 非常之喘 但是其實拍完都OK 我希望接下來可以跑得久一點 然後還有兩天在家做一些工作 我就發現自己原來真的做不到掌上壓 我就算塞上壓也很辛苦才做到 如果有拍到的影片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我希望將來幾個星期會進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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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每天都是這樣 唉 我還是先吃我的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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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